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阿超 你早 早 早 你在這邊看書 對啊 這裡不錯吧 我昨天就聽你說什麼 就是早上一早 最好就是來那個 渡遊這邊 然後看書 然後我一早真的就聽到那個 蟲鳴鳥叫 然後那個微微的風這樣吹 好舒服 然後坐在這個書下這邊看書 真的很享受 你這個附近的 這裡挺嚴重 看過了嗎 對 我就想說一來 就拿一本書就坐在這裡 我是還沒看過 這樣好 那來 我帶你去逛逛 好啊 我們去看看 我們去看看 阿超 你看這個鍍岩呢 這個鍍岩 很快 很快 好 好 好 阿超 你看這個渡眼 這個停眼設計都非常好 花木的綠色 這個也是我們渡眼 渡景之先生 請我們當地的一個 先生設計的一個停眼 非常漂亮 那這樣子你一說 應該這個渡眼當初 應該是有紀念某個人 然後才會在這邊做的這個公園 對 這個是有一個渡景之先生 他紀念他的父親 渡景之先生和他的母親 紀念他的父母親的一個停眼 那這當初他渡景之先生 在這邊開棉米茶 當然後來他過世以後 他就想這個地方 他就把它建造這個美美的停眼 提供我們地方的民眾使用 他還建了一個大型的活動中心 供我們地方社團開會啦 演習啦 使用都充備的提供 這樣也算是就是說 回饋鄉里的很實力就對了 對 這是一個很成功的企業家 然後又能回饋鄉里 所以這個是變成我們 池上人的一種驕傲 也是我們的開模 說得也是 然後到現在我看到 好像都有在照顧 這些花花雜草啊 還有恩犬啊 哇那感覺就很舒服 有些公園可能他弄好了 沒有人照顧 對 就雜草亂七八糟 可是這裡不會 這邊還是繼續有人在照顧 專門的人在照顧 維持他的一個環境 我說你們池上人 真的是已經有好山好水 還有這麼好的公園 還有好人 對 這麼好的一個典範 我們也希望說 成功的人 能夠回退到他的家鄉 回憶他小的時候生長的地方 嗯 老師說得沒錯 如果大家真能如此 相信咱們的家園 一定會越來越美好 在渡園感受了美好的清晨時光 接著 老師就要帶我起上嘎打車 進入田間 好好遊覽這風光明美的 遲上香 你看現在整個風在吹 然後那個 倒子的葉 倒子的這樣子像波浪亮一樣 老師真的耶 我們來到遲上香 騎腳踏車真的是一種享受 一種很舒服的一個生活 真的耶 然後在這個 群山的懷抱之下 在這個縱谷裡面 這樣騎著腳踏車 然後欣賞這一片的這個 綠色的道點 綠色 像這個叫綠海 然後 我們現在這樣走到這邊 這個叫做 波浪咖啡大道對不對 對 就是說他們拍廣告就是在那裡拍廣告 在這邊拍 對 在這邊拍一個收獲的 收獲的紀錦的廣告 哇 真的耶 難怪說人家會來這邊拍廣告 因為這邊的風景太漂亮了 來啊這邊就很濃落 感動 就覺得我們台灣還有這一塊 難得 這麼乾淨的一個土地 對 這麼漂亮的一個土地 真的喔 我們應該好好的把它保養 把它撐起來 拍棒 拍棒 好繼續 繼續去 好 這幾年來 在騎單車旅行的方式 風靡全台 不過實在很少有地方 能夠像池上這裡 保護人間天堂 沿著田邊的單車步道行走 無意間都會有許多驚奇 像阿超我就發現個田邊俱樂部 這裡頭還有利用水菌 提供鄉民洗衣的洗衣場 來到池上 除了騎單車悠閒的遊玩之外 你也可以選擇到 台湯的牧野度假村易游 這裡有蒙古草原上 才見得到的蒙古包 蒙古包外有成群的牛 牛群旁邊則有草球讓你玩耍 更特別的是 這裡還有接收木柵動物園的動物 裡頭還有難得見到的蒙古馬類 如果天野景色和賽外風情 都無法吸引你也沒關係 食尚鄉這裡也有國際級的度假村 這個是這25億所營造的度假村 除了豪華舒適的房間與泳池外 這裡最特別的就是擁有多間的總統伊朗房 如果這些還是不能信你來吃上一遊 那麼就跟著阿超我 到咖啡店裡拜訪朋友吧 來囉 賴老師你的視頻還可以想吃 賴老師的看起來也好好喝耶 謝謝 這個是你 這是我們的點心 謝謝 點心大家一起吃 我發現就是說 我們來到這個攀解的店面 就是說我知道說我們此上想這邊等於 有點像是民族的大龍 對不對 有原住民的 也有客家 也有閩南的 對 那所以說你這個店面 還有外省人 等於說店裡也有 大概都是有這些東西的集合在一起 對不對 對對對 我是希望每一個人來到這邊 都有看到他們自己的文化 所以我比較不會趨向那種很鑽 很鑽的感覺 我覺得什麼東西在這個地方滿適合的 那又是我喜歡的 那我就會把它擺在裡面 然後 雖然有點亂 但是很豐富 對啊 對 好像來到一個小小的博物館的感覺 對 欸我剛剛還看到說你那個櫃子上面 還有一排的郵差那個 嗯 那我那個感覺很可愛 欸 你對郵差也是 喜歡蒐集這些東西的 嗯 那是一種 怎麼講 情懷吧 嗯 有一天我 碰到我的員工呢 他突然收到一點的信 他愁美苦臉的說 又是帳單 又是信用卡 對對對 又是電費 又是什麼 最怕還有那種罰單 罰單 吹腳單 就是叫你還 而且還是限時專送 叫你要下去蓋章的那一種 法院的 法院的 對 一打開紅色的臉就濾掉了 對 我覺得很感慨就是 就是覺得說 在我們那個時候啊 我們是很期待 那個 留在那一種門口過的 嗯 因為雖然有點靦腆喔 想說 可是還是很期待說那個 信是送給我的 以前的人呢 他收到信不是賀卡 聖誕卡 新年卡 就是朋友 什麼明信片 對 那時候電話也不 不實行嘛 也沒有什麼電話 就或者是筆友 筆友寫信 喔 真的耶 現在好像 在潘傑的店裡 喝咖啡 聊是非 的確是慈喪香 午後 最好的享受 禮嘗完 特調咖啡後 潘傑還帶我們前往 他和老公 一手手打造完成的民宿 在分享潘傑的喜悅之後 這趟慈喪香的旅程 也到了尾聲 哇 老師 我們在慈喪香 晚了兩天 我們終於又回到了 慈喪香母親的懷抱了 對大波子 沒錯沒錯 而且你看 我們準備了這個野餐的東西 在這邊野餐最好了 對 我們利用傍晚的時間 在休息 然後享用這個美麗的點心 然後看看美麗的風景 看看那些野鳥 他們一定很羨慕我們 對啊 你看我們這次來到慈喪香 不僅僅說了解說 這個慈喪米 為什麼好吃 是 那也了解到說慈喪飯包的由來 由來 它的歷史 然後到最後我們 認識了很多朋友 然後這幾天感受起來 就整個在我們的群山懷抱之下 也見識到我們這個台東 這個最後一塊鏡子 真的很棒 慈喪也是我們台東這個 裡面比較開闊的地區 那這個地方呢 真的又是花東縱口的分水嶺最高的點 它的環境啊氣候啊土壤 非常適合種我們的水道 所以慈喪米 歷史全國比賽都聯繫三次得到全國的環境 是有它的道理 有它的道理 我們的農民也非常的努力學習 他們也很用心也很努力一直在精進它的農耕的技術 所以慈喪米呢 又有好的土壤 環境又有好的技術 用心的農民 所以慈喪米特別好吃 對 所以我覺得我們說我們台灣人是這種吃稻米的民族 但是你不懂得稻米真的很可惜 所以說我覺得來到慈喪香 可以你深度的走一趟 了解這個稻米怎麼樣種出來 然後為什麼好吃 然後好吃之後又可以做成半包 對 我就覺得很值得一遊 對 慈喪就是因為水好土好 所以能夠種出與眾不同的米 而這次的慈喪之旅 阿沙我更發現了所謂的人好 就在這一切都好的條件下 慈喪真的就像是台灣的人間天堂 讓人流連而不願離去 MING PAO CANADA Win PAO CANADA 我會贈這樣